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華信頭顧操盤總監 弘一軍 那今天在台穀呢 開高之後呢 現在盤中呢 做一個擊殺的動作 所以最近呢 在整個大盤呢 在林縣的附近呢 做一個震盪 那以夜线呢 今天大胆盘中跌破 但是我讲过的 如果说以现在的一个量能 700亿以下来看 即使跌破夜线 他有可能做一个假跌破的一个动作 因为现在接下来呢 因为亲民的连续四天的一个假期 所以最近在整个台股 因为呢 这一波已经足足的涨了快1200点 所以这个追加的意愿不是很大 所以这里要怎么做呢 这很重要的 我在之前跟各位谈到说 现在呢 因为呢很多呢 赚钱的人他不会离开这个市场 最近他们在做 所谓的一个盘中换股的一个动作 所以最近呢各位看到说 为什么很多股票呢在最近 有的呢大涨 有的呢大跌 所以这里你要如何的去操作呢 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我还是要跟各位讲说 这个礼拜 量收 那量收的话 那你一定要 利用呢这些强势股 拉回的一个机会呢 你要事先的去做好准备 不要说这个地方又听人家讲说亲民变盘 各位 严肖姐也是说变盘 那往上往下没有人知道 但从今呢 我在这个位置点一个操作 我就是呢把好的股票帮你挑出来 我讲过的最近涨多的这些个股 你不但呢不能追 而且呢你要勇于卖出 你看到 像双红 这是前妮婆呢 涨无大的个股 来各位朋友 你今天找盘去追 你看 那是不是呢 马上的套牢 昨天一样哦 拉高你去追的你看哦 那这两天 那是不是呢 持续的大跌 这只是呢 第一波的一个下跌 这第二波的一个反弹 你一定要做卖出啊 如果第三波再跌下来 你会来不及 一样的道理 我说这里已经做了什么 做了一个三尊头 而且各位看到 这个大量大量持续的在跌坡 连续的一个套牢 那你去追你看 那今天是不是要破底了 今天是破底 这跟2498宏达店不一样 宏达店是这一波因为嘎空 但是因为呢 它很短的时间 很短的时间 各位跌这40块 所以这里呢 不但不能撒低 你要蹭什么 蹭拉低的时候买它一趟 但是反弹上去 你这个地方可以赚价差 我没有是跟你讲说 红达店它还要再创新高 我没有跟你讲这个 各位很清楚 我们在130几块卖出之后 那你们今天是不是在恐慌沙盘 红达店我不一样 我今天我是逢低买 所以个股呢你要看 怎么做 不是说这个地方 你就跟着市场 人影亦云 人影亦云 这为什么你赚不到钱 是因为你把买点当卖点 你要把卖点 要当做买点 所以你常常的赚不到钱 所以我叫你避开的 你看你不避开 这一路破地 那现在呢 我们叫各位 你不要杀低 那你要去杀低 那等大盘一指纹 各位你看到 你是不是要来追了 所以做股票呢 不是这样做的 所以这里呢 我讲过赚钱的 就像红达店 我们80出的 我买在130几块卖出 8天各位 赚6成 那当然要卖了 那卖了之后 如果他快 很快的跌 要跌快40块了 又跌了40块了 说这朋友 那你是不是呢 要趁现在大盘震荡的时候 把他买回来 把他买回来 VR的一个体产呢 现在还是可以发挥啊 还是可以发挥嘛 这整个指标 已经来到低档了 所以至少说这个地方 还有价差 可以赚 至少红辑 我不会呢 像其他人追高 然后带你来杀低嘛 所以呢 这个地方如何操作的很重要 就像浴巾一样 我之前跟你讲的 是不是揍头了 你看这套牢量 这套牢量 那第三 那当然会反弹嘛 但是呢各位 你看这条长期的倾线 已经下压了 那反弹是要让你卖咯 不是要让你买 好 甚至是这个个股的一个形态 各位呢一定要看清楚 好 所以机会呢 如何的去掌握 好 那我也希望呢 之前呢 法能手码发财股你错过 好那 那这一次我们 送给各位的一步登天的法能手码 你务必要掌握 想了解 打通电话 等下再回到现场 那整个大盘呢 那整个大盘呢 在连线呢做震荡 我讲过了 连线它还在下压 它在下压 所以下压呢 都这么有 在这个地方 那当然在这段时间 因为量收了一个震荡 量收了震荡 但是夜线它还是翻扬 即使我讲过 没量跌破夜线 它也是一个假跌破 所以你要趁什么 趁量收 拉回的时候 赶快呢 在强势股里面 找机会 我们说我不会跟市场 水波逐流 我们不会在恐慌的时候呢 然后呢 带你去杀低股票 我们都是你们在 最乐观在抢的时候 我们卖股票 那因为高有出低 才能够接 那现在呢 又跌回来了 大盘又跌回来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 这很重要 尤其说 这很重要 尤其说 那之前呢 很多人 可能呢 在震荡的时候 在震荡的时候抱不住 但是 我一直跟你讲 还没有成定局之前 你不要太早看坏 但是如果真的 成定局的时候 因为我们买在低档 我们逢高呢 会带什么 带你来卖出 但是不是今天卖啦 不是今天卖 各位 很多人利用今天震荡 可能呢 又受不了杀低了 哇 利多出尽了 跟你讲利多出尽了 红夏恋 在利多才刚开始 怎么会出尽呢 所以 同学们 你们的一个看法 为什么 每一次呢 都是要听着市场 跟你讲什么 苦练了三四年 那现在成局了 你说给我 给我讲说利多出尽了 同学们 没有 我只跟你讲说 如果你在低档 跟我们买 现在呢 因为短线涨多 你准备跟我们卖 但是 并不是说 这个地方去看坏 我没有这种看法 没有这种看法 所以呢 你看到即使今天拉回来 也不是要让你去杀的 不是今天要去杀的 那只是一个震荡 一个震荡的格局 所以 每个人的看法 不一样嘛 一样啊 对不对 自营商昨天 哇抢了一万多张 那自营商是短线操作 因为呢 他一定要去什么 一定要去调节这个市场 但是 自营商就是 大买大卖嘛 每次大买就是卖啊 所以 这个股价呢 那当然 你会感觉好像涨不动 但是 我跟各位讲说 真正的 历多才刚刚开始 而且呢 面板 面板呢 已经开始从谷底座 只得翻养 所以现在 只要财报说 这个财报公布 那当然第一季 这大家可想可知嘛 一定不好嘛 对不对 差在二月份还有地震嘛 但是 你一定要利用说 现在 现在呢 股价的反应 在基本面之前的时候 如果 利空出来 打下来 是不是要让你买 是不是要让你买 我现在不是要跟你讲说 我们买一档股票 要赚多少钱 不是 我们只是要告诉你 现在你要如何的操作 同学 我是要跟你讲说 你要如何的布局 那你布局呢 要布局哪一些族群跟个股 我从来没有叫你追高过啦 我就在低档带你买 所以这种呢 已经在底部打了这么一大段 这一大段的一个个股 难道你买在这个地方都这么有 你会赔大钱吗 我们拭目以待嘛 拭目以待 我们是把话讲在最前面 并不是说 等到大涨了 每次来跟你讲 我哪一档股票要大涨 这永远来不及 但是 在这个地方呢 也不用说 每档股票都跟你们讲 至少呢 你们可以领先市场的 你今天 今天来拿什么 一步登天法人手码 这些股票都是刚从底部上来 你不用追高 红区呢 我从来不会带你追高 所以我希望呢 在这一次大盘 技术性的回撤 你要赶快呢 做好准备 那 你 手中的股票 涨不动 或想换股的 今天呢 这一份的一步登天法人手码 赶快来搜寻 我希望呢 好好掌握最佳的时机点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